Hello大家好我是Holly 財政司司長陳茂邦再次放風 說正與金管局研究放寬首次接的按揭乘數 事實上近年政府多次都放寬首次人士的按揭乘數 前特首林鄭月娥先在2019年 將九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 由400萬倍增到800萬 之後到了2022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 更加進一步放寬九成樓案 去到1000萬或者以下的物業 陳茂邦也說到 現在中小型單位的按揭乘數最高已經去到九成 新措施將會是針對換樓人士 調整的幅度也只會是微調 同樣針對事業人士的措施 還有港人首次盤 政府推出荃灣油金頭住宅地招標 會透過賣地條款規定發展商 要將所有的單位作為首次單位去賣 項目提供不少過1940伙 單位的實用面積不可以小過280呎 至少要有七成的單位 要去到375呎或者以上 並且以市價8折出售 銷售的對象是住滿七年的首置人士 賣家的資產限額 不可以超過居屋白表申請者的限額加3成 賣完之後的頭五年 不可以出售或者出租單位 轉來看看私樓市場 過去半個月 先後有4個主打細單位的新盤開價 本來打頭陣的鴨利洲延案 原定過去星期六賣25伙 但發展商就突然殺停銷售 消息就說項目的收票情況不算理想 開售之前收大約100張票 更加有傳發展商在一度加勇去到一成半 比一般的新盤2%到3都要高 延案可以說是近年罕有第一輪銷售 已經要殺停的新盤 分析一下背後有甚麼原因 第一 延案這類納米樓的新價 自從放寬岸保之後 今時不同往日 看一看項目的一房單位樓價 近期的售價由744到917萬 但單位的面積最大都不過317尺 如果以九成按揭作為選樓條款的買家 相同的樓價可以有更大的居住空間選擇 第二 同期開架的另一些新盤 雖然都是主打一房互營 但開架就明顯保守得多了 相比之下延案的競爭力自然大減 好像恒地發展的啟德Henley Park 首批自實平均尺價是21000元 不單是比去年4月推出的The Henley 2低超過一成 更加是在Henley系列中 首批尺價最便宜的那個 而佳明旗下的明俊 就以貼近同區二手的姿態 開出首批尺價18500多元 再看看莊士中國發展的延案 首批尺價已經達到26800多元 比同區的二手高出三成 我們之前都分析過樓盤的定價 有興趣的話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看看 主要依賴貨美銷售之下 星期六一宗成交都沒有 週末兩日加起來也只有大概4宗 分別來自雨後、Coco Mali、嘉月和海恩莊園 全新盤方面 恒地旗下的Henley Park 在星期日加推80火 自實平均尺價是22100多元 比起第一張假單提價1.5% 實用面積由250至649呎 涵蓋開放式到三房單位 設施樓價由531萬到1724萬 項目內收超過2400張票 比以推出的單位超額應夠9.5倍 以首市場方面 在未有全新盤開售之下 部分的購買力回流到指標屋苑 按週大升8成 但仍然處於個位數字的水平 代理就說 部分持貨年期比較長的業主 願意擴闊移價空間 繼而帶動成交 其中則如沖康而花園 有業主減價超過100萬 沽出三房單位 單位在G座中層 是實用面積500多呎的三房單位 做了888萬 維花每一呎14800多元 略低過市價 以原業主的買入價計 持續28年 帳面獲利520萬或者1.4倍 另外 嘉湖山莊一樣有持貨接近20年的業主 但賺接近500萬離場 單位在翠湖各三座 是實用面積600多呎的三房單位 做了680萬 維花每一呎10700多元 業主在05年 以183萬買入單位 轉手賬面獲利497萬或者2.7倍 踏入暑假租務旺季 即將入伙的火炭升海提案 都有預租的個案 屋苑一間實用面積300多呎的一房單位 以15800元租出 租客是一對內地情侶 為了在新學年升學 而一次獲給一年的租金 涉及大概19萬 以業主672萬的買入價計 租金回報率大約有2.8厘 貼近大市水平 展望這個星期的樓市 預計政府會公佈下一季的買地計劃 連同一鐵一局和先人重建項目 估計整體供應或者會按貴增加四成 去到3890火 而曾經樓標的赤柱豪宅地 也有機會納入成為焦點的地皮 新盤方面 估計下半年推出的樓盤有12個 單位總數量超過11000火 其中詳實旗下的由唐親海站第一期 有機會在7月推出 涉及228火 涵蓋1火至3火互營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時間又到了 我們下集再見